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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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頭… 怎麼樣?什麼環境? 氣屍 大哥, 你們怎麼突然來了這裡? 還找到雷師 這次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老頭, 怎麼樣? 怎麼樣? 有話要跟他說 你們等一下 我們確實原來這屍 是王Sir派去跟陳波之針 究竟你們為什麼要去那裡? 還有你們怎麼發現這屍 原本當晚我們想回家 接著Victor問我們 哪裡能看到整個飛機場 於是我就搭他飛鵝山 之後他就會馬上要去 去到之後我看見朋友的記憶和想像 在你找些東西 沒多久就找到那屍 我知道你跟我大哥有好朋友 我也很想幫你 可是我當警察這麼久 是靠搜集證據去破案 我想全世界的警察都是這樣 好, 就算我真的相信 你靠心靈感應去找到那屍 那將來你信到國呢? 法官和陪審團他們會相信你嗎? 我真的不懂得解釋 可是我剛才知道 我用心靈感應感應到那個人 是被人殺了 然後就埋在山邊 那你知不知道是誰殺人 公手的樣子是怎麼樣 不清楚 那那個地方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裡殺人 不知道 Victor, 你這樣我很難...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怎麼解釋的 那我現在告訴你 那死者是警方的臥底 他現在被人殺了 而你又這麼快知道他的屍體在哪裡 案件對你很不利 我不管你怎麼想我 可是我就是想告訴你 我真的感應到那個人被人殺了 然後我才去找到他 其實你不用擔心的 你根本跟死者沒有任何關係 況且在被殺的時候 你在醫院做手術 有不在財證據 警方根本不會懷疑你 那這層我不擔心 好了, 到了, 謝謝 不用 再見 再見 好了, 再見 再見 我想聽聽你對Victor這件事的看法 那你怎麼看 我認為Victor是一種超乎常人的感應能力 但是感應能力還沒經過科學證實 又是這句話 但是你不能每次都用考驗 去討論所有的東西 我知道, 但是我做科學研究的 理論是要經過多次的實驗證明 才能產生的 好了, 我也是找個時間 自己跟Victor聊一下 隨便你 搖晨 簽 好, 我想問你 喔, 我想問你 媽媽 志勤, 為甚麼無情情害人吸煙 你一向都不吸煙的 我玩玩玩而已 好玩不玩害人吸煙 行了, 媽媽, 早點睡吧 是不是你倆做事辛苦了 不如早點睡吧 行了 記住, 不要吃這麼多煙, 沒益的 爸爸 打好一點, 別再輸一頓飯了 是, 我記得了 好, 兩點半, 待會兒來接你, 再見 兩點半?我們一場煮到三點 那打得多久? 打半個小時 那打來幹甚麼? 看開一點, Helen生日 叫我陪她進場去玩 那你就去吧 那不就行了, 難道不去嗎? 第十次說了, 騙你又怎麼樣? 有沒有這麼多次? 話說回來, 我騙了一個女人 就是說我重視她才騙她的 不是老朋友, 是老朋友幫我 不要騙我 聽我說, 我的鋪牌很簡單 我說這兩天跟你去深圳打高拳 甚麼?又找我一個辦法? 這次沒得商量 我不會跟你同流合污 甚麼同流合污?別說成這樣 是不是老朋友? 是老朋友就不要理我 是老朋友就讓我用完以遲, 好嗎? 說明了, 最後一次 好, 沒問題 謝謝, 再見 真是最後這次了 沒問題 那個人是天下通皇帝 他有點傻 不過你待會兒拿料時就認真一點 不然他不管你, 不管 好, 回來了, 阿居, 不然他會走 來了 周Sir, 怎麼了? 沒見兩天而已, 還沒想到嗎? 別這樣, 今天就去看電影 首英禮, 沒難拿的 你最喜歡那個大傢伙 你想給別人看吧 Carrie, Carrie Pen, 我有段片紙給你看 早就說了你 Benny這個人是不太晚的 我一早就看穿他弄東西 你又不相信我, 所以又被人騙 我就不同了, 我很小心的 拍拖, 戀愛 這件事是男人傷甘, 女人傷心 傷了甘海找得回來 但傷了心, 怎麼也補不回來 他真的對我很好 至少他不是對你一個好 他對所有女人都這麼好 對, 好聽的就叫情長浪子 不好聽的就叫濫膠 所以說我們這些女人 一定要小心點, 自己聰明 相信男人就慘了 你這個老朋友又來了 你好, 阿黎 今天不用出外景了 高Sir, Carrie要有通告才出外景 對了, 你又來找你的老朋友嗎 我好像前兩天跟他打完球 最後沒見到他 打算去找他喝一杯飲料 打球?去哪裡打球? 深圳 你不用再說了 不過我真的想不到你夾起來騙我 你們說的話我以後都不會再想 Carrie Carrie, 你先聽我解釋吧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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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Peter一起騙你 你騙我嗎? 你究竟是去了哪裡 不如你自己說 怎麼了?答不出嗎? 不如我幫你答吧 你那天下午跟Helen進長洲 我沒有錯嗎? Peter告訴你 我知道 是我親眼在碼頭看見的 是, 我只要騙你不對 對不起, 別再一次好不好? 原諒一次吧 不行, 我來幫忙 Carrie 我現在想吃飯 我好想吃飯 子健 你說最近整天都過不夠精神 還不想睡 行 你不想睡吧? 那肚子餓不肚餓? 不如媽媽... 你不要理我這麼多, 好不好 對不起, 媽媽 子健 你是不是有甚麼事 最近你變了很多 我真的沒事, 媽 媽媽, 我聽你說, 我又去睡了 高Sir… 高Sir, 裡面有一位太太在等著你 是嗎? 伯母, 是你 找我甚麼事? 阿賢, 我有件事想跟你談談 是關於梓健的 關於他 是呀, 你跟梓健這麼熟, 你一定要幫幫他 到底甚麼事?如果幫得到一定會幫的 我覺得他最近變了很多 他以前不吃煙的 但不知道為甚麼這陣子煙好像很大 而且一吃就吃了很多次 還有, 脾氣時好時壞 最可怕的就是他走路的時候很像 很像甚麼 好像那媽媽的大哥, 紫超 他大哥怎麼走路 他大哥自小就患有小兒麻痺症 所以走路的時候就會急著急著 可是他大哥已經死了很久了 關於大哥甚麼事呢 我知道, 我知道紫超他很生氣 他是回來要拿債的 拿債?拿甚麼債? 是我對不起他 我不應該讓他在坑下不來 才會害死他 我不走呀, 不走呀 不要留地 走呀, 不走呀 三千姐, 帶我兒子的 還幹甚麼呀? 二十多年前, 我帶著他們兩兄弟改革 跟著他們後父移民去美國賺錢 誰知道下船那天, 紫超不肯去 還跑到家裡 當時我就追出去, 通處這麼問 但是找不到紫超, 船就要開 我老公他又發脾氣了 終於我就隱身留下了他上船 但是我心裡一直都很不安心 後來我去了美國 就不停的拖親戚去找他 後來我知道原來他在一間孤兒院裡 我就馬上去找他, 想帶他走 誰知道我去遲了一步 我打算幫紫超打長齋超渡一下他 希望他不要再搞他弟弟 那我就安慰他 放心, 伯母, 我去看著他 謝謝 Victor, 今天還沒走嗎? 是呀 腳有事嗎? 趕快趕快 沒事 不跟你說了, 約我老婆 遲些見 再見 再見 阿老公, 你這麼晚了? 真的還沒走嗎? 你怎麼很悶呢?我找波子出來找 我沒事做嘛 你又想你, 大哥嗎? 我似乎沒甚麼秘密 我似乎沒甚麼秘密 全部都被你看穿了 你媽媽來找我, 你知道嗎? 甚麼事? 我, 他說你最近的脾氣差了很多 有甚麼寒人吸煙? 你以前不吃的, 不開心嗎?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 最近還是…不懂得說 那這隻腳呢? 你媽媽說你最近的脾氣 是否有事? 剛才我的同事也是這麼說的 但我覺得我的腳沒事的 是嗎? 別說了, 出去喝一杯, 很沉悶 好, 我看你也要鬆開了 走吧 走吧 你們倆今天好好的招呼貴哥和波哥 媽媽, 你是娘的新女兒嗎? 是呀, 波哥, 他們剛剛今天第一天上班 如果沒事的話, 我先出去吧 波哥, 沒事吧? 沒有 阿貴, 走開 出來 放開 別動 波哥, 你跑不掉了, 放了他們 放?我會, 放他們是棺材嘛 就算你殺了他們, 你也要死了 死?要死我死了很多次 況且這次有這麼多人陪我 我死了也不會悶了 那你想怎麼樣? 我想走 但是等著這麼多人, 我很乱順, 怎麼樣? 好, 你放開他們, 我過來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死呀, 走 你還沒有那些橫角呢? 少了很多 那就是還有, 我看你也是上次撞車的後遺症 你不如去做一下老素廟, 查清楚一點 你怎麼看 chy 你怎麼說出來那些橫角呢? 我看到阿楠 我見到阿楠 他被人欠持著上車 他在哪裡 好像尖媽咀 阿楠 我見到他們 他們正在進隧道 對了 見到我弟弟現在怎麼樣 很混亂 幸好媽媽去了旅行 要不是讓他知道, 心擔心死 誰知道我陳波這麼狼死 對了, Victor 你私有術的時候一直都在 不過看你沒甚麼大礙走了 他說以後再來探望你 對了, 阿楠 你們有沒有查過陳波以前的事 有, 不過這傢伙我們查過很久 都查不到他的真正身份 只知道他幾年前來香港做了幾件大事 為甚麼突然問起他 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每一次Vitter說 有所謂的感應能力的時候 都是跟陳波有關 還有, Victor的媽媽說 他最近變了 又吃煙又脾氣不好 還有, 他走路的時候 有時候會刺一刺一刺 陳波又是不得了 他倆不是真的有甚麼關係嗎 老母 阿賢, 進來坐 對了, 你弟弟的傷怎麼樣 有心, 他精神很好, 應該沒甚麼大礙 那我放心 不好意思, 這麼晚吵著你 我還沒睡 其實這麼晚上來 我想跟你拿孤兒院的地址 為甚麼 我直覺上覺得Vitter最近這樣 可能跟他大概有關 阿賢, 你不是說過孤兒院大火之後 那個院長還沒死嗎 我想上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問問Vitter大哥的事 好, 我現在馬上拿給你 謝謝 嗨 我還以為你生氣不來 其實上次這件事都怪不得了你 你只是幫朋友 我這樣對你, 我也有點不對 那算了, 過去的事大家不要再看了 對了, 你叫我出來, 有甚麼事 我想你幫我一個忙 有甚麼能幫你呢 是關於Vitter的 他?發生了甚麼事 是不是又跟他的感應有關呢 也算是 我想你幫我查一查 關於這間在東莞的孤兒院 沒問題 因為我前一陣子都去過這個地方做特輯 那你想我幫你找到甚麼資料 我想找到這個孤兒院的院長 然後查一個人的資料 是誰? 他叫李智超 是Vitter的馬先生大哥 我幫你 說起來那場大火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我看著那群小朋友被火燒死了 我心裡不知道多痛 到現在我也無法忘記 那為何鄭院長可以這麼幸運沒事 那就是多虧那兩個小鞋子 那晚我發現有兩個小孩走出去玩 我就追出去打算逐他回來 就是這樣避免了一場火 那就是除了院長你之外 還有兩個小朋友沒有燒死 是啊, 他們現在應該很大了 那你記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或者他們是甚麼樣子的 這麼久不記得了 其中一個的花名好像是叫鴨仔 鴨仔? 他的名字我就真的不記得了 不過人人都叫他鴨仔 其實是笑他長短腳, 走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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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哥, 陳波是倒楣的 如果菇宴做小孩還沒死的話 很有可能是Victor大哥 心靈感應這個主題 我去年也做過 但是那時候是有兩兄弟自己打電話 叫我們訪問他 我當時也不太相信這些事 但沒想到現在真的有這種事 好, 我們假設Victor你和你大哥 是有心靈感應的 那為甚麼現在才有以前沒有呢 其實我還是撞車之後 醫院跟我檢查過 知道我腦受了震盪 我才開始有這種感應的 不知道會不會跟這件事有關 也不奇怪, 現在很多科學家 都說人類的大腦潛能力 是不是完全開拔的 Victor 陳波現在是我們警方的頭號通緝犯 我知道如果他真的是你大哥的話 你會很難做 但是我希望如果你再有心靈感應的話 盡快通知我們 答案 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山,一位,坐吧 吃甚麼? 先等一會 好 坐在那邊 吃東西出來幹甚麼? 我沒惡意,你放心 我不認識你 你是不是叫李子超? 連財 我是梓杰,李梓杰 快亂來 李梓杰,我想給你一些東西看 還記得嗎? 我們小時候很喜歡這些波子 那時候在鄉下 我們每個星期都很喜歡做一些波子 做好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玩彈波子 我想你一定會記得旁邊的村子 有一群很兇的小孩 經常想來搶我們的波子 最初我們見到他們這麼多人 我們都不敢跟他們打 藉著有一次 他們又來搶我們的波子 你忽然忍不住跟他們打起來 還打到過去旁邊的村子 我自己一個人回到家,我很害怕 剛剛問我你去哪裡 又說你不生性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後來你靜影雞回來了 我看見你口腫臉腫 但原來你已經把我們的波子 全部都搶回來了 我說還沒辦法吧 那看見你最好就覺得我自己也從事 想起來你這個玩意也很聰明 不然沒辦法 我出生早就你一分鐘 做大的,這樣要整天才小的 對了, 你怎麼找我了 靠感應 感應? 最近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經常都可以感應到你在哪裡 在做甚麼 你們開槍打劫 我的感覺就像現場一樣 我不站住, 為甚麼我沒有感覺 我還是撞了車之後 腦子受到震盪才有這種現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是孖山兄弟 所以特別容易感應得到 可能是, 那些人說甚麼 雙胞胎, 我大那個不妥 不過, 我小時候也會不妥 我想可能是這樣 雙胞胎有甚麼用 我是低的, 你是走得走得 我是做賊的, 殺人放火 你呢, 大醫生, 救人代金 其實這二十多年 我和媽媽都很想念你 她現在怎麼樣? 身體算是這樣的 不過有時候風疾病發脹會比較辛苦 你還在生媽媽嗎? 沒有, 我沒有生她 那時候我自己拿來賤 不跟你走而已 她當日有找過你 不過後來逼於無奈她 才跟叔叔去美國而已 但她還不斷借人打聽你的消息 如果她真的想回來找我 為甚麼自己不回來? 她有的 她一知道你在孤兒院 她就馬上趕回來了 但回來才知道 孤兒院已經被火燒了 她還以為你也被燒死了 媽媽到今天都還在內疚 媽媽經常跟我說 她以前經常打你罵你 是因為你不聽話 她怕你會惹怒叔叔 她跟叔叔走 好, 陶飛是為了生物, 為了我們 媽媽說我如果可以讓她再選 她會選你 我怕我回去見媽媽 她知道你沒死, 她會很開心 如果讓她知道 我在做賊、殺人、降火 她不會回來見我 讓她當我死了就算了 免得逃衰 大哥, 算了, 不要再做了, 收手吧 我真的怕有一天見到你被警察打死 我已經預料了 年輕的時候 我已經一個人 拋在孤兒院裡了 現在長大了 我不想一個人再拋在牢裡 如果警察找到我 只有一條路可以走的 就是幾個警察一起跟她倒下 你這樣又何必 我這麼難得才能認得回 我真的… 我真的不想… 好, 遲些我會穿草備一封頭, 我打電話 有很多人 所以請讓我帶納稅 你一定會穿草備一封頭 你不想… 你能不能用這個地道 你還可以… 你要不要… 要不要… 三大師, 吃不吃老婆餅, 很漂亮, 請見 謝謝, 那我不客氣 很美味, 以前沒見過你 是啊, 我剛搬來不久而已 餅好吃嗎?多吃一塊 謝謝,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老婆餅 我大兒子也是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還跟他爭 想起來真的很少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人跟我爭 為什麼? 是否他已經不在了? 方姐, 去喝茶吧 好, 年輕人, 謝謝你老婆餅 不用客氣, 你喜歡吃, 隨便拿去 不行, 怎麼好意思? 不要緊, 你看, 餅是新鮮熱辣 剛剛我胃又痛, 吃不到 你整天出去吃 那好吧, 我明天見到你, 請你吃 好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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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應該沒甚麼事了, 很煩很煩 那你放心點, 你不是今晚有得走 今晚不走 為甚麼 原來他大哥, 船子搞定了 如果我們今晚不走, 警察很容易找到 我說今晚不走就不走, 聽到嗎 為甚麼, 錢又賺夠了, 為甚麼還不走 你聰明, 明晚... 我把船弄好, 明晚... 你算了, 明晚不走 我是今晚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大哥是被人暗殺的 來, 我看到我親眼看到的 你看到甚麼? 我看到有枝槍在他背後出現 然後有人開槍把他殺死了 那你有沒有看到殺死大哥那個樣子? 沒有, 我只是看到枝槍而已 你放心, 我相信警方一定能抓到殺你大哥的人 伯母知道這件事嗎? 我甚麼都沒跟他說過 媽媽, 這麼晚還不睡? 是的 這麼晚還上香? 不知道為甚麼 我突然覺得我心裡很不舒服 我只能把枝槍給你大哥 過來坐下媽媽 最近你的風濕病怎麼樣? 媽媽年紀大了 那些風濕時不時都會發作 那你的風濕藥膏不錯, 你查一下 真是乖, 這麼有媽媽心 還有些老婆餅 老婆餅?這麼巧 昨天早在公園裡 有個年輕人送了一盒老婆餅給我 看見了, 我想拜你大哥 你明天陪我去好不好? 好 媽媽, 別難過了 我沒有人 不過我想起你 一天都是我不好 是我害死你大哥 不是 大哥的死與你無關 不是, 一天都是我的錯 要我回去找他 他就不會被火燒死 是我害死 不要這樣, 媽媽 不要這樣, 媽媽 或者是 到處報滿暗示 會有什麼事 冠紅雅願意 還要逐個節 插滿這個故事 答案盡七次 要這世界懷疑